跟大家分享 舒尔斯访华前 发表的那篇署名文章 在媒体上 这个 他的一文 这应该是全文 大的标题 这个文章的标题 就是未同中国进行开放 且明确的交流 他说 他说据前任总理 上一次访问中国 已经过去近三年时间 那是莫克 这三年里挑战和风险 加剧在欧洲和东亚 是如此 对德中关系来说 当然也是如此 三年来 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一是由于新冠疫情 二是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以及这场战争 给国际止据能源和食品供应 以及全球经济和物价 带来的严重后果 正是因为一切如常 并非这种形式下的选项 我启程前往北京 长时间以来 新冠疫情和北京严格的防疫政策 使得这样的访问无法成形 有点抱怨的意思 意思就是 我早想到中国去访问 结果你中国的这个 这个严格的防疫政策 给我设置了出发的障碍 我去不了 凉了 此次面对面的会晤 因而呢 就愈发重要 此番访问 我关注的是下述五点内容 所以说他关注的第一个内容 是当今中国 已不再是五年前或十年前的中国 中共二十大刚刚落幕 其成果释放出明确的信号 就是与以往大会报告相比 对马克思利宁主义的坚持 明显占据了更多分量 谋求国家安全 及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定 连同 谋求国家自主性未来 将被赋予更多意义 显然 如果中国发生变化 那么我们同中国交往的方式 也必须变化 值得关注的第一点 第二点 不只是中国 世界也发生了变化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对国际和平与安全 只需构成严峻挑战 普京连对发出核武威胁 都已毫无顾忌 他以此威胁越过 全人类画下的红线 今年年初 中国还在同联合国安理会 其他常任理事国 意图发表的一份声明中 明确表示反对使用核武器 或单单以核武器 相威胁的做法 作为安理会常理事国 中国负有特殊的责任 为了维护联合国宪章 及其原则 北京向莫斯科做出 明确表态 非常重要 这什么意思呢 他关注的第二点意思就是 俄罗斯如此 现在 以这个核武相威胁 毫无顾忌 甚至声称要动用核武 然后入侵 用他们话说 入侵乌克兰 中国你不能再骑墙 你应该做出一个 更加明确的表态 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 你说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你要有责任维护联合国的宪章 及其原则 这是 他说 这包括尊重所有国家的主权 和领土完整 没有哪个国家 是另一个国家的后院 位于欧洲的乌克兰 不应被这样看待 地处亚洲 非洲 或拉近美洲的国家也是如此 那里正在形成多极世界中 新的力量中心 我们愿同那里的国家 建立和扩大伙伴关系 过去数月 我们在国际层面展开密集的磋商 不止从日韩印度和印度尼西亚 这样的紧密的伙伴 也从非洲和拉美国家进行沟通 下周晚些时候 我将访问东南亚并出席G20峰会 这个 说了是这次出访啊 不是给人的一种 制造了那么一种感觉啊 那么那样的一个印象啊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 我出访 我只是想拯救德国的经济 我在政治上跟北京是划清界限 我只是为了拯救德国的经济 所以我到中国去 并且呢 我也不是为了 专门的跑一趟亚洲来一趟北京 我不过呢 就是参加G20会议之前 顺道 然后访问一下北京 我认为他自己都不能说服他自己的 都不能说服他自己是顺道 我访华的同时 联邦总统将到访日本和韩国 正是因为德国 就是他在访华的时候 然后德国总统 要访问日本和韩国 这也是一种平衡啊 正是因为德国在冷战时期 体会到分裂的惨痛代价 我们不愿看到世界上再次形成不同的阵营 美国新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 也提出了正确的目标 即强调避免新一轮的阵营对抗 美国新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 也明确提出中国是美国的 头号敌人 头号的对手 对中国来说 这意味着 这个拥有14亿人口 和强大经济实力的国家 未来当然会在世界舞台上 发挥重要作用 对中国来说 意味着世界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 也的确如此 然而既不能像一些人要求的那样 得出孤立中国的结论 也不能认为中国有权称霸或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 这德国人这种思维方式啊 就是两条阵线 谁都不得罪 说你一句再搞他一句 不能孤立中国 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但也不能认为中国有权称霸 或者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 这也是德国不接受的 他关注的第三方面 那种是尽管情况有所改变 中国也依然是德国和欧洲重要的经济和贸易伙伴 我们不想从中国搓钩 然而中国想要的是什么呢 中国的双循环经济战略意义在强化内部市场 减少对其他国家的依赖 此外习近平主席在2020年末的一次讲话中 曾提出要加大使用中国技术 拉紧国际产业链对中国的依存关系 此类表述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因此我们将通过明智的多元化来减少单边依赖 这需要把握分寸和脚踏实体 德国和中国之间的大部分贸易涉及的产品 既不缺乏可供选择的供应来源 也没有危险的垄断威胁 更确切的说 中国德国和欧洲从中同等受益 但是在形成了有风险的依赖性的地方 比如重要的原材料 某些稀土或特定的未来技术方面 我们的企业现在正拓宽他们的供应链 这样做是正确的 我们为他们提供支持 关于中国在德国的投资 我们也会根据这种交易 是否会产生或加深有风险的依赖度来加以区分 这也是联邦政府在中国远洋集团 中远集团跟汉堡港 德国不能顶着呢 这也是德国政府在中国远洋海运集团 以少数股份入股汉堡港一处码头这桩交易上采用的评判标准 由于有明确的条件 该码头的全部控制权仍属于汉堡市和港口公司 多样化以及加强我们自己的任性 而不是保护主义和退回到自己的市场 这就是我们的立场 在德国在欧盟都是这样的立场 在中德关系中我们距离对等还十分遥远 例如在企业的准入 许可证知识产权保护或法律确定性 以及国民的平等待遇问题上 我们将继续要求对等 如果中方在一些方面拒绝这种对等 这也不能不了了之 在从中国的交往中进行这样的区分 符合德国和欧洲的长期战略利益 第四他关注的是 习主席今年年初在达沃斯说过 世界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的 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这意味着也要允许和容忍矛盾 这意味着在相互交流中不可不回避艰难的议题 这包括尊重公民和政治自由权 就所谓的人权问题 德国到现在对中国还是咬着不放 尊重例如在新疆的少数民族的权利 他在这文章里直接了当 提新疆的事 台湾周边的紧张局势令人担忧 他要表达对台湾海峡的局势的担忧 同美国以及其他许多国家一样 我们遵循一个中国政策 你看他把自己跟美国挂在了一起 在台湾的问题上 但这也包括对现状的改变 只有在和平及相互达成一致的情况下才能进行 这你不能动武 中国大陆不能对台湾动武 我们的政策旨在维护基于 规则的只需和平解决冲突 保护人权和少数群体权利 以及自由公平的世界贸易 他关注的第五点是 当我以德国联邦总理的身份访问北京的时候 我同时还有一从欧洲人的身份 这不是说代表整个欧洲发言 而是说德国的对华政策只有根植于欧洲的对华政策中 才可能成功 因此在我出访前 我们从包括马克龙总统在内的欧洲伙伴 以及我们的跨大西洋伙伴进行了紧密协商 就是跟美国跟法国 欧洲一些主要国家都协商了 欧盟准确描述了中国作为合作伙伴 竞争者和对手的这三重角色 欧盟认为中国是合作伙伴 也是竞争者 也是对手 三重角色 那么他说的很清楚 他说他是德国联邦总理 但他也是个欧洲人 他说德国的对华政策 只有根植于欧洲的对华政策才可能成功了 所以他说 欧盟准把中国还是准确的 把中国描述为三重角色 合作伙伴竞争者和对手 而对手及竞争的元素 近年来无疑是增加了 我们必须通过拥抱竞争 认真对待作为制度性对手的后果 并在我们的政策中对之加以考虑来应对这一现状 同时也要探索在哪些方面合作 仍符合双方共同利益 毕竟世界需要中国 比如在抗击如新冠这样的全球性疫情方面 世界还是需要中国的 他说在结束全球粮食危机 帮助重债国家以及实现联合国发展目标等方面 中国也发挥着关键作用 没有中国在减排方面的坚决行动 我们无法赢得抗击气候变化的这场战役 因此很高兴看到中方在扩大可再生能源方面制定了高远的目标 我将争取中国与我们一道特别 在国际层面为气候保护承担更多责任 我们清楚在气候友好型技术方面 我们也处在竞争关系中 竞争最高效的产品 最巧妙的想法 对各自计划最成功的实施等等 但前提是中国不对我们的气候友好型技术 关闭市场 就是我们要气候友好型技术 我们要好技术 你中国该用得用 你不能不用我们的东西 我们直面这场挑战 因为缺少竞争 往往也意味着缺少创新 而从中受损的将是气候保护 倒下来也就是我们所有人 最后的总结 对于上任以来首次对华访问而言 这些是很多需要关注的内容 我们在符合双方利益的地方寻求合作 我们不会对存在争议的地方避而不谈 这是德中两国坦诚交流的应有之一 不软不硬 不偏不倚 不左不右 这就是 朔尔茨 这个莱华访问的 应该说这样的一个总的基调 当然了 我们看完朔尔茨这篇文章了之后 也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 习近平见到他说说 你好 我们照个相 一路还顺利吧 请坐吧 我们开始吧 那么呢 对于 朔尔茨这次这个 24小时的这个闪电班的访问 各方有各方的说法和评论 这个带着一堆西优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把这该政府跟该表的态度都给你表了 跟中方都明确了 然后我把这桥给你们搭好了 跟你们引荐完之后我就走了 剩下的就你们谈吧 你们该怎么合作怎么合作 大致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呢 反对这个朔尔茨访华的 这应该是大有人在 无论说德国国内还是欧洲 美国 甚至是在世界华人圈里头 很多人说 很多人说习近平二十大上这个连任 这要当终身 连任要要终身制 要当皇上 说二十大等于 这个这个 这个习近平 给习近平加冕 这个仪式就是 二十大就是个加冕仪式 刚加冕完之后 你说你这德国总理竟然 他妈在PDRP 跑到北京去给人道贺去 那么这不等于 你这个姿态不就助长了习近平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什么 转制 什么霸权 这种心态了 挺好 这个来了就比不来好 能谈就比不谈好 毕竟 毕竟国与国的关系 除了政治 军事 还有别的 比如说 大家都得吃饭 就像我前两天 中澳尖交五十周年 他们搞了个小行动研讨会 我在那上面 我大致表达了我一贯的 对中澳关系的看法 中澳关系从来就没有过 中澳的所谓的政治关系 中澳的军事关系 中澳关系事实上就是 中澳的经济关系 就是无论七二年建交之前 还是七二年建交之后 因为 这个无论从历史 足以文化 还是地缘政治 这个角度来说 澳大利亚是不可能脱离美国的 他不可能气美突中的 这是不可能的 没有什么中澳关系 但是大家都在那怕中澳关系怎么能尽快恢复 甚至有的说说澳大利亚这个处理这个问题处理不高明 怎么怎么的啊怎么怎么的让中澳中澳关系赶紧恢复 如初啊如常 我说你们基本都属于做梦 为什么呢 中澳关系就是中美关系 哈哈哈除了经济关系之外啊 中澳关系就是中美关系 解决中澳关系的前提是解决中美关系 很多人说说这个 这这这个德国的前级任总理啊 莫里森之前的什么一些总理啊 说你看那时候对华中中澳关系多好啊 那时候我们在澳洲的华人什么的 我们自己的生意什么都蒸蒸日上多好啊 怎么怎么样呢 为什么不能回到那个时候那样子 为什么 那中澳这个蜜月期的时候 这也是中美蜜月期 中澳那时候双边关系好的时候 战略性合作和关系 那么也是中美合作 就是除了一点杂音 噪音 偶尔三年五载跟整把事之外 总体的这个趋势是向好的 总体上看中美关系的主流是好的 所以中澳关系的主流才是好的 那你看这就是我对中澳关系的 基本的判断和认识啊 但是呢那你像中澳关系以前 就是中美贸易战之前的时候那么多年 三近三十年中澳关系那么好 那这好主要不就是中澳经济关系好 中澳经济关系好 这也是两也是两国关系很重要的主持部分 那跟德国也一样 跟欧洲也一样 包括现在跟美国不也一样 中美之间关系 政治关系 军事关系各方面都将到了这种程度 都都都冰点了 都甚至冰点以下了 但是你看中美的经济 关系没受到什么影响呢 是不是啊 开完美国的货船 几乎一缩也没少啊 是不是啊 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